嗨,我是艾斯,早上好 今天我们接了一个难度系数五颗星的任务 要挑战异乡游往返上海黄山 并且要在中间去寻找到一个纸花铜板的穿越小镇 江照顾还有这种地方呢 我们也先出门看一下 今天究竟是什么车搞事情 走 出发 新车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尤其是插混SUV市场简直是红透了半边天 谁让我们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呢 而且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有都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的选择都要 可有可见可省可远 说的就是我旁边的这辆来自蓝电品牌的蓝电15plus了 而且它还是七座版本的 并且是最会及大众的十万级别 它的实力究竟怎么样呢 今天呢我们就开着它 然后从上海往返黄山 中间呢再去探访一个叫做永泉小镇的地方 听说那里只可以花铜板 简直是可以一秒穿越回千年以前 然后呢在这趟旅程中啊 我们会全程的不充电不加油 然后看看这趟翻山越岭之旅的最后 究竟会花掉我们多少钱 以及这辆蓝电15plus的一箱油 真的实际居航可以跑得下来吗 OK咱们的车子呢 现在已经小记里程清零了 然后也是满油满电的 我们就全程的舒适模式 然后以一个正常的状态去驾驶它 我们出发吧走 这个呢是我第一次开蓝电15plus上路啊 整个路上的回头率真的好高啊 我的这台车呢是165公里的长续航版本 搭载的是塞利斯超级电汶系统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70千瓦 驱动电机的最大功率啊是160千瓦 最大扭矩呢是330牛米 当我开着它在这样的城市道路里面行驶的时候啊 可以说是行动自如 整个方向盘呢是一种很轻巧偏灵敏的一个调校的性格 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进行一个驾驶 它的车子啊虽然并不小 但是在这样的城市的路况里面呢 我开着它也是可以随意的超车的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它的动力一脚踩下去 给到我的感觉还真的蛮猛的 既然有那种推背感 我突然间想到啊 在以前这种电车这种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获得推背感可能只能在这种宝马MC以及奔驰AMG 这些车上才可以体验的到 虽然说咱们现在是在这种比较平稳的城市道路上面行驶啊 不过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底盘的功底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这个路面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颠簸和细碎的震动传递进来 不过呢咱们等到了黄山的后半城啊 我们也去找一些这个飞铺装路段去对它的这个底盘 以及它大力宣传的这个FSD自适应调节悬挂系统呢 去做一个测评去试试它在面对这种恶劣路况下的实力呢 究竟表现的怎么样 所以总的来说啊 现在刚出发蓝天E5 Plus给到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好了咱们现在是到了中西服务区 咱们的车呢显示啊小季里程是250.3公里 它的剩余电量呢来到了39% 剩余的油量呢来到了79% 它的综合里程显示还可以跑1003公里 诶等等1003公里 OK咱们就在这边稍作休息 然后再继续的出发吧 我要在这里多说一句啊 这个中西服务区呢是属于江浙户的三星服务区 看上去还挺有排面的吧 你好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你这什么车啊 我怎么感觉没见过啊 它是蓝天然后蓝天E5 Plus 最近对就是新款 蓝天是吧 蓝天这个品牌我见过 怎么感觉你这车造型挺有未来科技 眼光挺好嘛 谢谢 我转一圈看看好不好 好 黄山四千任三十二连峰 我的不远处的那座山就是黄山了 其实啊这个距离好像还蛮软的 因为我们在这一整条路上走走停停呢 现在也都已经天色昏暗了 此时此刻的我的这辆蓝天E5 Plus 它的小技里程来到了389公里 它的剩余电量呢已经来到了24%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表现 但是啊它的总的还能够再跑的综合里程呢 还有850多公里 这点就真的很棒了 那么咱们今天就在黄山景区这边歇歇脚 然后明天去探访那个叫做永泉小镇 只用铜板的地方 好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我们继续这趟旅程之前呢 先跟我来一起欣赏一下 我的这趟旅程的出行搭子 首先呢 是不是每一个跟互联网一起长大的小孩啊 都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觉 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企 简直就是在对着我们这拨人贴脸放大 他们啊真的是太熟悉我们的喜好了 哪怕是我们长大以后 就拿我身旁的这辆蓝天E5 Plus来说 它的整个的车身比例就非常的协调 它在保留了传统SUV的这种方正感的同时呢 在车头也是做了一定的这种圆润感的处理 就连它这个墨绿色的车漆在阳光下都显得格外的诱人 正车一看上去啊就是满足我们这件90后啥都想要的设计 我们再到内饰里面去看一眼 当我进到这个内饰里面来的感觉也是被贴脸放大了 其实在这段时间跟它一路开过来呢 我心里就在想啊 它也就只是一个卖到10万级别的车 怎么可以给到的东西这么多啊 整个内饰的这种质感触感摸上去呢 就像是在摸我家小猫的柔软触感 整体的设计呢科技感也是在线的 它的中央的这块车机屏幕里面呢也是该有的东西都有 而且啊它的车机就还支持华为嗨卡4.0 也就是说它真的可以称为是华为手机党们的亲朋友 另外呢在这里要多说一句啊 它的这个车机呢简直可以堪称为小鸿蒙 只要是用习惯了华为系统的朋友们呢 可以一秒上手 然后呢就是这辆车的储物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它的前排中排和第三排里面都是给了一个又一个的储物哥 再就是它的整个空间表现我也体验了一下 感觉真的很不错 前面呢我是坐到了它的第三排去了尝试了一下 实话实说真的很赞 因为在这个级别里面呢 它既然坐了一个靠背往后倾的角度 让我的腿真的可以舒服的放的下去 这件事情在这个级别里头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然后呢是我现在坐在它的二排方面体验空间呢 最刚开始的第一感觉是整个座椅的触感很不错 再坐上去的感觉呢就是这个空间表现 你们也看到了空间表现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真的在这个座椅上头坐久了呢 会觉得它的人体工程学就是对脖颈方面非常的友好 好了那我们就在这边就舒服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去赶路了 去到那个永泉小镇去看一下它这个纸花铜板这件事 到底是徒有噱头还是真的有一点点东西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导航显示我们如果是直接开过去的话是140公里 不过呢因为咱们还有一点点的路线安排 所以可能全程到那里是190公里 我们继续出发走 你们还记得在出发前我提到过它的FSD 自适应调节悬架吗 这个东西啊在这个价位这个级别里面呢 基本上没有几个都有的 然后呢如果算上七座啊插混这些属性的话呢 蓝电一无plus的的确确算是凤毛菱角般的存在 现在啊我就已经找到了一条飞铺装路段 甚至还有炮弹坑 现在呢这个路面的碎石子也是非常的多 但是我人坐在车里啊是能够感觉到它有在根据这个颠簸 再进行一个自行的判断和调节 所以我人坐在车里呢也没有什么不舒适的感觉 整体性都很好 前面呢摄像老师也有坐在二排体验完之后跟我说啊 他在二排呢也没有感受到太过于颠簸的感觉 他过滤的非常的好 我们俩想了一下在这个级别这个价位里头 真的没有再找到第二辆 好了我们现在就抵达永泉小镇了 从昨天的上海出发啊 咱们直到现在呢 车子的小季里程显示是跑了599.8公里 剩余的里程呢 显示还可以跑大概650公里左右 而且非常巧的就是咱们抵达这里的时候刚好是个周末 整个停车场现在是挺满了 人还挺多的 对于这辆车我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越跑到后面啊 整个续航真的是越磁势 让我的安心感十足 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到永泉小镇里头去一探究竟 走 永泉小镇名其于镇内有一口酒保温泉 可以提供给流宿游客 普通游客大多来自晚浙周边游宿的不多 来这里的目的更多是游玩和感受氛围 普通门票30元一人 我们冲着只能换铜钱的噱头而来 开心的是钱装的确可以换铜吧 一个铜板等于3块钱 稍显不美的是家家户户也都提供上了二维码 甚至会更希望我们扫二维码直接进账 总的来说这里是值得来的 因为阳光和晚南的风光的确引你无限 这里也不算商业化的没有底线 烟火气缭绕 打上一碗羊汤几碗炒粉 我们的确在这里找到了江南吃乡下大喜的感觉 味道尚可 免费的爆米花香甜 鸳鸯狐心的天鹅和鸭群 看着岸上打扑克的人们不解 这里适合躲步 精进的享受闲暇时间 好啦 接下来我们就是返程了这一段的旅程 即将接近它的最后一段了 我们再来复习这辆蓝电15plus显示还可以跑650多公里 然后我们的导航显示 我们从永川小镇开回到上海 我的家那边是大概是350公里 这趟挑战是接近1000公里 具体的里程等到我们到了目的地 然后再同意来看 不过现在挑战进行到这里 我已经放了个大心了 时间向前时代更迭 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已经不会再去花铜板了 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消费者也不只是去买燃油车了 新能源车时代的卷卷不息 其实利好的只有消费者 要知道以前这点预算只够买白菜的 现在都可以上王者了 至少在我看来这辆蓝电15plus 它在7座家庭SUV方面是绝对称得上是王者的 当然了它的竞争对手也有不少 领跑C16狂奔 丰田威兰达在那里守门 还有像比亚迪圣门和银河L6和L9 在后面紧追不舍 不过综合来看 这辆蓝电15plus 还是非常解年轻消费者的风情的 至少就我个人而言 从它的整个设计层面来说 我就会更加喜欢蓝电15plus 尤其在跑完了这趟续航测试之后 我真的对它更加的青睐有加了 我们现在就回到上海了 在这么一趟 跟着蓝电15plus 从上海往返 黄山中间还去泳泉小镇 玩了一趟 然后我们在路上总共跑下来 小季里程是1065.9公里 它的仪表上面显示 还可以再跑110公里 也就是说这么换算下来 它总共百公里油耗这一趟 基本上是做到了5.1个油百公里 然后我们再来算一下 我们这一趟全程的开销 基本上在我出发的时候 是给它加满油 加满电 大概是花了我450块钱 然后呢 在泳泉小镇逛逛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我们一行是三个人 基本上花了120块钱就够了 在那边周围的住宿呢 基本上可以控制在300块钱以内 也就是说 当有了这辆蓝电15plus之后 咱们如果想要一个完美的小假期 你只需要花上这么一点钱 就可以拥有了 这么一辆完美的家庭用车 我这回算是长了见识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车 或者有什么好玩的 都可以直接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